接完整個紙飛機 一般紙飛機有一個翼鏡 我們當然不要翼鏡 因為這是火箭飛機 民意火箭 巧妙點就是要握位 因為你用橡筋來射 現在要拿剪刀剪 就要剪握位 為了紙飛機太尖狀人痛 我們就剪了頭去掘頭 不會射傷人 剪斜斜斜 這裡剪一剪 進去 然後這裡再剪一剪 那個重點位是要少少斜的 看見有一個握位 最重要是一個握位 做法很簡單 剪完整個飛機完成了 沒有翼鏡的 但是做法是要射出去 看著 這裡拿著 斷了不行 所以那些橡筋要好一點 做一些好一點的橡筋 這些煤的就不行了 看著 這樣 1,2,3,火箭就寫出來了 這些是預早做了的 拿著 這樣 這個剪得不漂亮的 額位呢 額位剪得不漂亮的 那個紙就進不了 所以那個橡筋進不了 所以剪好額位 橡筋又斷了 所以當大家帶多些橡筋進去 不然到時候斷了射不了 1,2,3,射 又飛了去了 我射遠一點給大家看 其實那個飛機可以飛到很遠的 看著 準備 1,2,3 非常遠 所以 大家 在這個 之前呢 早點做好成大量的紙飛機 火箭飛機 帶多十條八條橡筋 在1月1號 特別我們到齊為禮賓府的時候 就用這個紙飛機 名義轟炸這個 這個 689 一定要去這個 下台 1月1號 不見不散 最重要呢 就是那個 壓位 一定要少少斜 那麼 那個 飛機呢 就會射得好些 還有條橡筋一定要好 橡筋不要太快斷了 好羅家席 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毓民 我現在在美國訪問著 所以沒辦法參加元旦的遊行 但我這裡懇設呼籲各位朋友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要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必須將一個沒有誠信 同時是共產黨陰點的港共政權拉下馬 梁振英必須要下台 所以元旦大家一定要出來遊行 今次的遊行 有三個團體舉辦 包括有這個民主賭樑力量 亦都有學民思前的年輕人 還有民陣 無論你參加哪一個團體發起的遊行 都是有意義的 希望大家1月1號 記得出來遊行 我是毓民 在這裡懇設呼籲各位香港的朋友 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 叫你的朋友一起 叫你的家人一起 元旦 逼爆整個中環 選擇 102號 2號 4號 2號 3號 4號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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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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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慰民更加要多的旗子鮮明 江激民主党 江激民主党 人民力兩分推 人民力兩分推 貫賜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現 不憑則鳴,只因心是香港 身體力行 隔空佛宮,黃毓民佛道 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剛才休息時,看了大狗教大家 要接這個自飛機 我覺得現在有一點 算我們賣路 這些事我們小學時已經做過 很多人不認識的 我都沒玩過這些自飛機 有一點疑問 為何我們小朋友做過的事 要重新溫習 甚至有些人都說到 完全未聽過這回事 有些人接普通的飛機都不懂 我們那次去中聯辦 請願,現場立即接 有三分之一人不懂得接普通紙飛機 我想可能是這樣的 現在你做一個網上的遊戲 在電腦怎樣接飛機 就比現實上更好 你只要用一張紙去接一張飛機 以及彈出來 小學三年溝通 其實之前我們已經做過這些事 我們當時經常打這些飛機 飛得遠 而且射得很痛 所以在鏡頭前剪了最尖的一部分 他怕最尖的一部分 可能一射的時候 射到眼睛真是瞎的 射到某些人 剛剛呼籲大家聽到 今天1月1日 就無必一起參與賭卵運動 因為今天是2012年 我們最後一次在這裡做節目 所以其中一個環節 我們要回顧2012的事情 這一節我們先講講香港 第一件事 我們都是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或成員 其實今年對人民力量來說 是好的一年還是不好的一年 嘩 即是 你問我可以更加好 那就是不太好 當然我自己就 當然好與不好就是立法會的選舉最重要 當初我猜到會有四席 只剩下三席 這個我可以做剩下的 因為大舊 我們做完節目時他都會載我 選舉前其實大舊是很亢奮的 也充滿信心的 現在回頭看 你有沒有稍微過份樂觀 我覺得我的評估沒有大錯 最後讓大班和弗洛妮搞定 你計算少了這兩個人 就是最後那幾天才出現 之前沒有 因為我們過去的分析 就是我們開站的群眾反應 以及部分民調 以及組織動員力 那你分析所有東西 我覺得是坐四望五的 但是最後就給肥佬禮 即我都說肥佬禮 是共產黨最佳的助選團 是吧 肥佬禮法力三個區 肥佬禮法力是港島 新界西和九龍東 肥佬禮法力那三個區 民主派大敗 即是被肥佬禮亂吹雞 那些票就不合理地分佈 而導致幾個區的票有幾萬票是浪費的 那便便便利益了建制派 這不怕舊事重提 今年浪費的 在所謂民主派的票員 所浪費的票 我想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 這全部是肥佬禮 即是說民主鬥士 其實變成共產黨助選團 但另外兩區 事實上如果要做手腳 都不太容易 即是你和玉敏那兩個區 飲品如何沒有 都不會改變到結果 我那個區還沒去吹雞 害了民主黨 不是害了我 不是害了我 他是有吹雞 他吹是余若薇 余若薇差一點就贏了 他便吹到余若薇差幾千票 李永達又差幾千票 那便導致民主派大敗 即是有九票 九個議席裏面 左派拿了五席 民主派剩下四席 所以這個是 新界勢是嚴重的淪陷 如果你說民主派來說 但固然我們在選舉之後 已經做過分析了 但這場選舉的結果 固然對很多人民力量的支持者來說是一個挫折 但我覺得這個挫折對長遠的發展來說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這次立法會選舉 即是回顧過去一年 其實香港過去一年 當然你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梁振英 這個六八九 還有這個港共正式接管 這個政治形勢是很清楚的 但另一方面 就是民主派的版圖 是作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即是你過去由這個八九十年代 都是民主黨一統天下 慢慢逐致多一點派系 例如公民黨等等 但都是民主黨獨大的 但今年你見到基本上民主派分開四堆 民主黨、公民黨、人民力量再加上工黨 基本上政治的版圖 可以說是作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在這次選舉 而這個改變 亦都有利香港爭取民主方面 在這方面是可以多方法、多渠道和多模式 亦都有一些保守的勢力 譬如民主黨、公民黨那些 亦有一些所謂激進一些的 譬如我們人民力量和社民聯 當然有部分社運的組織都是激進 這個變成五花八門 多元化了 多元化的好處就是共產黨 那個控制難度比以前高很多 這亦是因為近期你會發現 很多所謂民間組織出來挺樑 或者做其他事情 其實就是針對民主運動多元化的現象 那他都開始多元化了 所以組織越多越好 我經常覺得 其實搞民主在香港 特別面對這個港共的政權 你就千萬不要民主派一黨獨大 你一黨獨大就好像民主黨那樣 兩下就捅了你過去 你幾個負責人用什麼捅你 你整班人都做到滑了 然後用一些軟硬兼施 背後再加一些利益的輸送 那就搞定你班人了 但我可以再進一步去講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意 其實這個民主派一統天下的狀況 是最有利於共產黨做統戰 因為他的成本是最低的 他只要跟你最高層幾個人去談 就已經可以控制到你整個運動 還有他經過長時間的磨合也好 經過長時間的統戰也好 他知道你組織裡面有什麼人 譬如你民主黨裡面 有三分之一是這個所謂的匯點系統 他統領你匯點系統一班人 匯點系統那些基本上已經統了 你再加上你部分民主派那些 去利用你部分民主黨那些 可能不滿意人民力量 或者不滿意其他所謂針對他的政黨 拉一派、打一派 以共產黨那麼純熟、那麼勞煉的政治技巧 而且不止這件事 而且民主黨在劉慧卿上之前 甚至劉慧卿、包括劉慧卿 他的行為模式已經很長期被共產黨所觀察 他很了解你後面的價值觀 譬如他知道劉慧卿很喜歡做主席 某個程度上 不拘捕劉慧卿到財委會 無敵罪、寂寞、寂寞、寂寞 他們某個程度上會用各種方法 滿足你個人心靈的需要 你說得太客氣了 那是你的政治虛榮心 當保皇黨那群人見到他出來時 有鼓掌跟他揮手 又很高興地揮手 所以如果今年的局面不改變 事實上只會更有利共產黨的直接控制 因為他只需要和你幾個核心成員討論 他已經可以控制你整個運動 而其實如果民主運動給一個派別 壟斷的話 他可以妥協或談判的動力 那個誤因是更加強的 所以最近幾年 譬如朱凱迪他們搞了一些 土地政業聯盟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然後黃之鋒他們又搞了 何文思潮 然後Q仔和何之鋒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越多組織越是全民皆兵 全民皆將 你令到共產黨 即是不能打壓和圍剿 你只能打誰 你按這邊就改變錶出來 你按那個又在那邊擠出來 你變成社會運動 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無恐不入 這個又有另一個角度再補充 大家都知道 從我們初出來做新聞 或是10年20年前 誰出來示威 警察都清楚了 即是隨時那幾個人都會有電話 甚麼他背後的背景 例如長毛那些 誰出來示威 完全認識的 即是所謂的示威場下 但到了這幾年 就不是了 因為連警察都開始 覺得很煩 每一次示威出來 都會有新的面孔出來 所以這個民主賭卵力量 我當初說 他開會 我一次都沒有開會 我說你不要選我了 你找一些年輕一點的 新的面孔 讓警察根也有些新意 所以搞完1月1日 到時可能賭卵力量 都要換人 即是要多些新面孔 多些人出來就好一點 你知道吧 如果你說落來的那幾個人 對於這些維穩的 政府機構成本十分之低 只要跟那幾個人 或者看看那幾個人的電郵 就已經解決了問題 現在 這個成本就越來越高了 因為你只跟過Facebook 你也有牌 而且他沒有手拍足 譬如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跟我們講兩講 已經知道我們的底牌 所以要呼籲多些 關注香港前途的朋友 不要緊的 三五七個可以自己又搞一個組織 你搞一搞一下 雪球就越滾越大了 到時你一呼應的話 可能有十八個組織來和應你 那便好 你這班人三五個人 那裏有五七個人 那你有幾百個這些組織 一吹起雞來就很快 是 即是和應 那便很快 你只看現在的Facebook 你都知道 可以做一個組織 是有幾快速的事情 除了講這個人民力量之外 整個香港的政局 你又發覺今年是一個什麼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個特別的地方 不單是民主派的發展多元化 連這個保皇黨也多元化 是 保皇黨真的多元化 這個多元化是導致他這個低處尾寸低的現象出現 即是多元化令到有些行為模式估計不到的出現了 譬如你這個當然最大的民建聯 你跟著工聯會 工聯會跟民建聯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或者你中沒有我我中沒有你 有時候他們之間也有些矛盾 然後工商界又分開兩三堆 那個不是分開那個 那個只是分裂 分裂的那是分裂 不是分開兩三堆 但是我就加上一個形容詞 我覺得2012年在保皇黨方面出現了一個極新的現象 就是所謂這個騎尼保皇派的出現 哈哈哈哈哈哈 原秋 好像不止原秋 好像不止原秋 即是經典 即是 你當初也以為主王昏是經典的 你還以為還有一些更加經典 不斷吸引我們驚喜 這就是今年2012年給香港市民一個最大的驚喜 因為這些騎尼化我想建制派很久都沒有想像過 小見 還有你民主派也有些騎尼 你說的也對 大家兩方面鬥騎尼 兩方面鬥騎尼 民主騎尼派始終傳媒方面都比較疼愛 但是網上不疼愛 傳媒疼愛你 網上世界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 我個人覺得有這些騎尼派出現就已經足夠了 不要2013年再冒起另類的騎尼派出來 因為騎尼派只是作為一個點絕 實際上是政治意義不大 說了民主方面 政府方面是怎樣 政府方面是歷來 我自己在議會暫晚20年 沒見過這麼差的政府 沒見過這麼低能的局長 能力這麼低的局長 也沒見過能力這麼低的首長 這裏我必須要插話 近來自從農屍期出之後 有關懷緬懷港英時代的爭論 不絕二 我甚至聽過最近的一段 你們哪有資格懷緬港英時代的黃金時光 但是單從你從立法局做到立法會 是不是真的如果在那個局裏面有一點值得懷緬 你真的好 某個程度上 你說懷緬就行 你覺得以前的所謂司局長的政治能量能力 真的相對地較高 你見到他怎樣回應問題 怎樣有時強硬 有時用懷柔 有時用幽默 有時輕輕帶來一些很強烈的批評和攻擊 你看到港英的英國殖民地官員是一批 譬如你去到霍德 即是那個年代的那些 由他們訓練出來的AO 訓練出來的AO 做一批 陳方安生我覺得一向都是表面的所謂的presentation 似乎不錯 但是他的內涵都是沒有的 但是最得限度都能看得下 不會樣子衰 還有你當年一班港英訓練出來的政務官上的司局長 在處理政策和立法會回應問題方面 是有些風範的 你簡單說王前麒念那些 後來都做了直選議員 你看到有不少的官員 當然有些人未必認同他的立場 但是他那種為政府的政策辯護 那種的風範和信心 你同不同意也好 傳媒的感覺 他這樣走出來是給了一些人的信心 但是你最近這幾年 特別今年 你見到 即特別梁振英 上台之後 特別梁振英親手挑選的 那些人 哇 真的你覺得 你不要說司局長 連普通的助理處長都不如 即有時他們的表現 比一般 立法會出席最低的那些 一般就是那些所謂Pincipal Assistant 首席助理 首席助理 甚麼事 甚麼局 類似的職位 有時他們連那些都不如 那你就糟糕了 即你怎樣領導整個局 因為一個局有萬多兩萬公務員 那下面那些都看不起你的 他在表面上 因為政府很過癮 很過癮 你那個局長 丟 還有差 這些部門都覺得沒面子 當然了 那你老闆這麼丟 那些公務員之間都是互相踩的 也就是交往學生 你說最壞了 689 載宅的 那些公務員有些都是這樣 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 那些公務員仍然有點自尊 他仍然以這份工作為榮,到現在仍然有 但如果再遲些,再蝕蝕,再磨蝕,連這樣也沒有 我們只是做這些,我只是豆瓣人工 現在越來越多人說這些 我剛才提到的現狀是甚麼呢 2012年是特區政治文化徹底崩潰的一年 自從梁振英上來之後 到以前,董建華自己壞,整個政府的運作 基本上都盡可能保持廣英殖民地的水平 到曾蔭權,他都差 但起碼規章行事程序的規章,他都是保持的 他不會亂來的 但到梁振英這裏是嚴重的 選擇的人叫不知所為,這局長 行事是將以前政府遺留下來的行事規條 行事規章是徹底瓦解 這可以說是預示了2013年 如果梁振英不下台的話 我們可以說這兩年 整個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會徹底崩潰 還有一點我覺得最重要的 從公務員來看 譬如你記得,彭定康的年代當然是威 那時是保守黨的黨主席 黨主席 是董建華 當他是很有位置、很高權重、很尊重 因為他親自找他出來握手 李嘉夏 喂!中聯辦副主任 海南那次梁振英站出來 你想想官街差多遠 譬如我是公務員 我政府的首長和江澤民的會議平起平坐 江澤民都要給面子 都要尊重 國家主席都要尊重我們的特首 你作為公務員是否覺得威 哇!現在梁振英看到李剛好像乾爺一樣 哇!這是中聯辦副主任 哇!你數我差多少級 你覺得你是政府的一部份 以前公務員進入內地很有威 現在當你臭死了 哇!你梁振英看到我們的副主任都這樣的嘴臉 你現在是甚麼官啊 是吧!你回到內地 跟內地的縣級、市級接觸的時候 喂!你的特首都要來拜訪我們的副主任 你現在這些官跟我的官街有甚麼相比 但你說這個其實就不止梁振英的問題 是將整個香港的特別行政區地位降格 就基於因為楊振英的表現 就是你帶來這樣做 你自己整個香港的政治地位下降 即是你的老闆將自己的格調 即是三級跳地向下跳 你整個政府公務員的地位都跟著顯著下降 會是 但我覺得這些是物極必犯的 你們去到這麽惡劣 市民看到是會覺得不能再容忍這件事發生下去 所以公務員都應該出來 我肯定有 肯定有 你說的老闆大佬 你弄到自己這麽沒面子 那個地位這十幾年因為梁振英的問題 差不多是顏面無全 即是你為了自己的尊嚴都應該出來 是的 但剛才大佬有說過 大家聽起來當然是很悲觀 說一件事都不差 不過我就補充一句 英文有個說話 Things have to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 即是說你這件事不需要貼底 就沒有一個改變 或者將整件事顛倒過來的動力 所以這個情況是我們香港自回歸之後 是歷史小見 甚至是第一次見到的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契機 就是趁著這個機會 去令到我們有一個動力 改變現在我們這麽淪落的下降的軌跡 我們第二次結束我們第三次回來 1915年我們看到現在香港 共產黨基本上是操控了80%的各個層面 你只看九月的選舉 是吧 那些蛇齋頂總米發揮的效用都是很害怕的 是吧 那些票算得準一準 是吧 不過有些人很幸運的 例如新界西 民建議員可以分到三隻 是因為鄉事派來控 OK 如果不是他三萬多票拿一隻 就是很低票的 是吧 但是呢 在有些地方呢 民主黨 就當然是輸到脫腹了 是吧 那他當然是賴我 那如果我一個人可以令到民主黨 這樣輸到脫腹 我起碼值幾十億 是吧 那這個是他自己拿來的 這一次選舉很清楚的了 在新界東 民主黨以前有三隻的 現在只剩下四方 一隻隻隻 是吧 還是低票 是吧 接著呢 在新界西 是全軍全密 雖然 你李永達想著老婆 後來其實可以棄補的 一棄補就變成棄虎 他老婆弄了 是吧 棄了陳樹英 保李永達 那陳樹英就變成棄虎 又做不出 結果兩個齊齊刮柴 好了 新界西 是民主黨的 可以說是 就是過去很多年 民主黨在新界西 就是最少拿兩隻的 還有他很多區議員 新界西在明音時代 港同盟 已經是這個民主黨 或者港同盟 的一個票倉來的 但是這次竟然一直都不會 選舉真的很奇怪 到你不相信 港島保住一席 九龍東西 各保住一席 就是這樣了 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政黨 可以開一張名單 拿兩席 因為現在的政治光譜 無論建制派 或者民主派 都是已經拉闊了 譬如在新界東 為什麼民主派可以大勝呢 他得票比上一屆多 不是很多 但是在新界東 民主派是大勝的 我五席 是吧 九席裏面拿五席 是吧 民建聯可以拿兩席 分兩張選票 然後田北俊拿一席 是吧 這個是 由於多選擇 我可以不選民主黨 他可以選擇 有個萬別給你選擇 有個張超雄給你選擇 有個梵國威給你選擇 所以你看到 其實我剛才說六席 六對三 新東 贏得最多 所以整個選舉 你看到這個比例代表制 政治光譜拉闊了 我們應該是贏四席 甚至五席 人民力量 這次是 但很可惜 被奸人所害 那沒辦法 選舉報告清 四年後再算 現在都輸了 那怎麼辦呢 殺死他 殺死程經文也沒用 程經文現在拿回幾千萬 多好 所以很多時候 到最後你才看到什麼事 我告訴你 但是我們基於 道義上 我們都是支持他過台 是吧 當時搞到這樣 由於有人支持他 他才拿回幾千萬 怎麼說就說 不在這裡說 不過你放出去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來了之後 才知道他拿回幾千萬 所以大家可以判斷 我盡了我的責任 我做這個立法會 資訊科技 港幣市務委員會主席 他們每天都給我電郵 他們每天都給我 這些魚類客力 給我開特別會議 要搞政府 我幫他開兩次 現在拿回幾千萬 他不會多謝我 但在選舉期間 他搞到黃雷達輸了 那為什麼呢 我們這些真是 以德暴怨 像當年蔣介石對日本人 這些真是 以德暴怨做個版 給大家看 但是政治就是這樣 OK 政治就是講實力 我們有實力 就不怕任何人去抹黑 今次九月的選舉 給大家看到的 人民力量 第一次參選 五個區加起來 拿成十百萬票 我在2008年 即2006年的十月 成立社民年 08年帶著社民年 參加立法會選舉 總共拿十五萬票 有三席 但當時拿這三席 大家的看法就是 長毛原本已經是 樓下會員 陳偉業也是 陳偉業 當時很問 是排最生氣的 第八位 拿三萬多票 長毛也比他 04年那一次 是下了票的 我呢 就在九西高票當選 但因為我知名度 他又高 你看不到 激進力量 在進步民主派 有沒有那個 吸票的能力 但是這次 就很清楚了 08年的 那次選舉 和2012年 立法會選舉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們 人民力量 是四月才成立的 第一一年 但是到我們參選 前後一年 鬆一點的時間 從照之前 經過一次票 債票常失敗 在2011年的11月 個個好像死狗 什麼心機都沒有了 除了一個叫黃毓民 仍然鬥之昂陽 連陳偉業也借了 303票 輸給這個何俊仁 打算追殺何俊仁 何俊仁 沒有這個超級區議會做 我們那個計劃是沒有錯的 他贏了 他就做超級區議員 現在真相太白了 劉光華輸了給他 結果就被副局長劉光華 那你何俊仁那個位置 把他膝蓋 想到中聯辦 讓他贏了 因為他支持政改 政治是很骯髒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什麼理由 劉光華現在做副局長 就輸了那三萬票 是不是 在《二零一年》 《二零一年》 《二零一年》 《三維言》 必須將一個沒有誠信 同時是 共產黨陰天的港共政權 拉下馬 梁振英必須要下 Marian 所以元旦 大家一定要出來遊行 今次的遊行 有三個團體舉辦 包括有 民主搗樑力量 也是有學民思潮的年輕人 還有民陣 無論你參加哪一個و